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 曾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下 关于中美博弈 最近又出了一个事 这事涉及到香港 对于香港 在美 原来的驻美的金贸办 联络处被美国的要求关了 美国的参议院外事委员会 要求把它给关掉 到底怎么着呢 现在是他的委员会是30比0 全票通过 从立法的程序来讲 还有一个过程 他可能要上众议院 参议院 最后总统批 但是他从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 你看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的30比0 这样的一个比例上来看 可以看出来 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如果下边走入立法程序 基本上的话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是一个确定的状态 也就是说香港的话 在美国的特别的这些外交机构 不再享受外交人员的待遇了 人家是这么说的 对吧 从这个的说法上来讲 我们应该这么讲 一国两制 什么叫一国呀 外交和军事 那是中国的主权 他不是说你能变成香港有个独立的外交 之所以他有一个跟外交又有关系 他挂一个经济的牌子 但实际上是什么 美国原来对香港的那个经济 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他是有一些特殊政策的 他不是按照呢 大陆的政策来 知道吧 按照香港的特殊政策呢 是因为他是继承到原来的英国 英联邦的体系下 我们一国两制 对吧 一国两制呢 维持他的不变 现在的话 大家都明白 一国两制嘛 五十年不变 我们只承诺五十年的一国两制 没有承诺永久的一国两制啊 所以五十年后如何 就要对一个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 你显然的话呢 一国一制嘛 你不可能一国两制 其实这个事啊 美国人看得很清楚 那帮港徒们看得也很清楚 你们港徒闹的是什么 他闹的独立 他就是要闹这个 而且闹这个什么呢 这个的政策差别 实际上一直是什么 香港为什么能富裕 他富裕富裕在什么 他的特殊性 好多人的话呢 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很多人在那一说起来都说什么 中国要是被外国殖民了怎么样 人家说啊 你外国殖民了 你看看那个外国殖民的香港啊 新加坡啊 中国被外国一殖民了以后 好像就能走向繁荣富强似的啊 那当时的很多人在说这个话 但是说这话的时候 现在你在想想 其实当时说的的时候 好多人还不信 你看你仔细想想嘛 你被殖民的时候 不光有香港 不光有新加坡 你被殖民的时候 你看看印度如何 其实西方人殖民美洲的时候 印第安人如何了 殖民非洲的时候 黑人如何了 他待遇都不一样 你看那个印度的话呢 那就是低等人 对吧 到哪呢 给他当奴仆的 全球的都是印度阿三 你非洲呢 就是黑奴 到哪呢 把人抓了去 独立去贩卖去 到印第安人呢 那就是把你的人都杀光 区别对待的啊 有些土著是杀光的 有些土著是当奴隶的 有些地方的话呢 是给我当狗腿子的 相对来说 你看比较富裕的人 看了地儿了 你看就是香港啊 新加坡呀 首先啊 我们应该这么讲 香港和新加坡 这两个地方 弹丸之地 你就知道 你让一个香港富裕的话 香港才几百万人 对吧 新加坡也几百万人 总共才多少啊 弹丸之地 而且这个弹丸之地的 核心在哪呢 它处于一个战略交通要道 你看新加坡 马六甲海峡就不说了 香港实际上是什么 收整个珠江水系 游江入海的战略要道啊 其实入海的珠江口 现在有好几个大的城市吧 珠江口的 如果是喇叭口 最顶端的是广州 对吧 然后呢 喇叭口两边 一边是澳门 一边是香港 两边当时的战略要地 都被外国人占了 广州的话 它很难走海船的 对吧 广州的那个水网 干什么的 珠江走海船 还是困难点海船上去困难点 然后呢 挨着香港澳门的不就是深圳珠海 对吧 你挨着它 其实跟它还有点距离 最好的地儿 它站着 它实际上是战略要地 而且战略要地以后呢 它当时是变成什么 它变成当时对于中国来讲 香港那时候在英国手里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吸血点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它实际上就是给英国人当买办的 说不好听了 当二狗子的 然后呢 在那地方呢 它也是整个英国呢 在远东的一个货物转运的节点 对吧 它从香港呢 转运到日本 转运到什么 在此之前呢 他们还站了的是什么 由江入海的关键点 那不就是上海 上海那边外滩 外滩他们有租界 对吧 当时呢 对于这个海权啊 大家如果知道 都是战略节点 而这些战略节点呢 它也是贸易节点 然后它有很多的特殊性 这样你在中国啊 它本身你要搞一带一路 我们全面开放的时候 香港这种特殊性 它的优势已经是降低了 然后现在呢 美国围堵中国 当然的话呢 美国不希望 它给香港一个特殊性的时候呢 变成中国呢 能够突破美国围堵的 一个突破口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呢 如果是作为美国 对华的吸血点 它很欢迎 为什么啊 就是这个港独 跟美国关系很近 如果港独当政了 它可能就是美国 对华的吸血点 香港如果是中国 有主权的话 那么的话 如果它再给它 特殊的经贸政策 那就是中国 作为美国对中国封锁的 它是一个突破口 所以这个事啊 美国要掐死 它是必然的 对香港的前途的问题啊 实际上是什么 你看它站队到哪 我们是认为的话呢 你站队到美国呢 从现在的中国崛起的背景上来讲 实际上它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不乏它里头 某些人是有前途的 所以你要为什么 香港这事就比较复杂 对吧 然后呢 香港的这些土地 怎么合法化 所以你看吧 在国内有好多的这个声音啊 在香港的那些专家 说我们大陆 共产党 也是搞国家资本主义 对吧 别看那秀红旗 人家支持战中 人家还说要反对景田制 反对超级帝租 什么的 香港的未来啊 香港肯定不是特殊性的情况 对于中国来讲 对于香港的话呢 我认为是应该是一国一制 不是一国两制 实际上的话呢 现在呢 虽然说我们五十年不变 但是以后呢 肯定是一国一制 而且以后呢 肯定是要走向这个 虽然美国人也很清楚 他为什么呢 现在他取消你 他很清楚你将来 就是一国一制 而且你香港的话 各国对香港没有特殊的 照顾的时候 他的这个两制是有什么好处啊 两制就有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两制就变成制度性套利啊 真正的问题是制度性套利 关键是什么 这个利是套给谁 否则的话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他是不能允许这种制度性套利的 这才是这事的关键的 把这些要看清楚 也知道什么 现在美国的取消这个香港呢 这是有必然的 至于有人说港币是否自由兑换 港币是否自由兑换是 我们说了算的 我们愿意不愿意 他的那个兑换 对吧 除非你说你像美国说了 像制裁俄罗斯那样 把你呢 踢出这个兑换体系 现在呢 起码他对人民币还没有 他对港币也不会 至于港币 你是否是联系汇率制度 你要如果真是联系汇率制度 完全按照美元1比1的出来 再说的不好听了 那个港币应该叫做 美元的M3美元的海外衍生物 那个的话呢 货币主权 金融主权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联系汇率制度 其实都未必是好事 正常的话 你多联系一点 人民币没什么坏处 是这样的 当然你对于某些在香港的既得利益的一方 当然是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改变都是要改变 好多既得利益的利益 那些在香港的 由香港拿钱支持的 你像那个秀红旗的那专家 好像说起来挺爱国似的 其实利益屁股也很清楚 谢谢观看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